中文投资网 一个赚钱的网站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CIX美洲华尔街 由中文投资网和凤凰卫视独家冠名播出 我是主持人Nanel 一样让我们用节目开场两分钟时间 分析一下这一周美股三大股指的一个走势 这一周美股出现了很多影响市场 出现小幅震荡的一个局面 造成市场互涨互跌 但是并没有整体可以影响 整个大盘走势的重大新闻出现 周一我们来看美股是先涨后跌 首先波音拖累了整个道指的走势 除了波音之外 大家市场也担心 T-Mobile他们同意265亿美元 收购另外一间电信公司Spring的并购案 最终无法为国会所通过 因此市场造成了一定的沉压 周二市场是纳指上涨 但是道指持续下跌 因为波音持续的走跌 而纳指上涨的原因 虽然市场担心苹果iPhone的出货量 在芯片供应商揭露出货量 还有销售量不足 会有些微的苹果受到拖累 但是整个华尔街对于苹果 即将公布财报这个情绪 仍然是十分乐观 因此拉升了纳指的一个涨幅 周三果然苹果造成了帮纳指 整个带动了纳指上涨的一个情绪 苹果当天大涨了4.4个百分点 营收还有整个盈利的状况呢 超乎了华尔街的一个预期 另外周三另外一个重要的新闻 就是美联储公布了5月份的利益决议 一如外界所预期 维持不变 到了周四呢 整个在科技股带动下 美股市场呈现了 完成了V字形的反转 把之前2月份的一个跌幅呢 逐渐逐渐的收复回来 主要是靠着科技股 包括亚马逊 还有谷歌等等的带动 那以上就是这一周 整个美股的一个走势状况 下周我们持续为您来关心 我们接下来马上 Jason老师登场 美股网红达人 好的继续是我们大家最期待的单元之一 CX美洲华尔街的美股网红达人 现在我们马上跟Jason和安神 一起来看一下这星期 分析师们的收益率排行榜 好的我们看完了大家的收益率排行榜 就毫无悬念 Jason老师350已经维持了好一段时间 我这里做节目也没意思 我们下一节目说吧 我们一起下去吧 当然但是能够到达350这边 非常的不容易 而且能够在350不受这个市场 正在震荡波动的影响 继续维持在350%的这个获益率 还是一样非常难的 还是请Jason老师讲一下 有些策略吧 有些策略 然后像我们VIP 可能我们口无遮攒 举了一些例子 大家可能会比较了解 还是对风险的把控吧 我获利的话可能会放在 次要的位置上 还是对风险的把控 现在的市场氛围呢 震荡比较剧烈 拉抬这个破位都非常的剧烈 所以呢热点把握起来的话 可能会相对的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我这边的话 继续努力吧 是 所以Jason老师 上星期在节目上提到 你预测就到六月以前 整个美股市场都是震荡的 那这星期经过再一周的观察 还是这样吗 是的 那个五月的前三天 基本上给我们很多投资者朋友 都震的要吐了 有点如果没有一点这个西部牛仔 骑牛的那种技术的话 恐怕最近的市场会 这个晕头转向 是 那Jason安机长 有没有把飞机开好 帮大家就是调整一下 离开一下气流 我是尽力而为吧 反正对于我们VIP会员来说 是尽力而为 是 那所以最近的操作策略 一样呢 是手 手 不是工 不是工 OK 那Jason老师要不要分享一下 在这个比特币直播上面 您有参与在直播上面这边 最近的这个状况 因为我知道Bren最近是风生水起 在里面呼风唤雨 是不是都占用到你的时间 我也在看 但是呢 我是考虑到资金的安全性 所以呢 我选择的呢 还是这个比特币期货 能够有一个资金安全性保证的一个产品 所以说交易品种的话呢 受到了很大限制 但是呢 到目前为止可能 也能有20%多吧 也20% 是 所以等于说 几乎跟着Jason安就不会赔钱 赚多赚少是一回事 主要还是有选择 因为我也有赔钱的股票 我们YP当中也有朋友 有这方面的 我正好是亏损的股票他跟了 后面的话我们会继续努力吧 是继续努力 好的 那我们待会儿马上来看 比特币千万富翁 Bren老师要在他主战场 开始大炫耀一番 好的 在送完了安神之后呢 接下来马上是我们的比特币千万富翁 也就到了Bren老师的主场时间 那我们现在呢 这一星期先来跟Bren老师 一起来看一下 Bren老师是90年左右的 有一个人也是跟你差不多年纪 但他现在身价 我知道你身价很高 但他身价可能比你更高 我们来看一下这间公司 还有这个人 币圈的人不能不知道 2017年的现在 币安在这个世界上还不存在 谁会想到不到一年 币安Binance 一个季度赚的钱 就秒杀148年历史 拥有将近10万名员工的 德国最大银行 德意志银行 根据币安官方透露 他们2018年第一季度 利润达到1.5亿美金 而德意志银行的同期利润 则是1.46亿美金 一岁的币安 轻易达到百年老电银行 区块链对传统金融造成的压力 不言可遇 不止币安 新窜起的交易所新秀 QooCoin发行代币 KCS 在去年7月投资1万美金 最高获利84万 根据彭博社Bloomber统计 这些全球性交易所 包括币安 Upbit 火币网 Bitchex 每天营收都在200万美元之上 随着全球用户频繁买卖币 交易所可以说是币圈 最赚钱的行业之一 是可以赚钱赚到 他自己都没有预期到这么多 Binance照敞篷 我们刚刚看这个数据 他们每一天的 彭博社统计 Binance每一天 就是净利润是387万美金 这个赚钱的速度 还是超越Binance老师 这个是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 因为我们大家可以确实看到 这个交易所是多么多么的赚钱 那很多人都说 数字货币是泡沫 数字货币不行 没有实在的价值 那到底有没有价值 你要看 这个价格是由供需决定的 因为有了很多的需求 它才产生了这种价格 因为有很多的需求 所以才能让交易所赚这么多的钱 因为刚才那天 我记得是晚上报出一条新闻 说Binance第一季度的业绩 好于欧洲最大的银行 对 我们影片提到 对一只银行 这个大家要想一想 欧洲最大的银行 它的收益是什么样子的 Binance竟然可以超过 它的这个收益 我简直都不敢想象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因为投资人的情绪非常火热 很多很多的人都觉得 这是一个趋势 大家都来买 而且说实话 Binance的交手续费很便宜的 它远比我们看到的之前的 施考特或者TDMR 这种传统做美股操作便宜许多 它是按照百分比来收费的 所以它其实是很便宜的 大家都无需在乎这个 交易的这些手续费的问题 它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赚这么多钱 可见投资人热情 最新新闻是它的这个收益是推特三倍 是 太厉害了 真的很厉害 所以现在连不只是它打败 这种传统的金融的银行 连这种我们新窜起 这种社交媒体科技公司 有可能在虚拟币 都会是他们非常强劲的 一个竞争对手 谁知道哪一天Binance 突然说我们也来开一个社交账户 一边买币一边跟人家聊天 很容易的 所以说在这个很多人都说 比特币行业区块链 可能是很虚幻的东西 有人在里面 实实在在赚到了钱 但是除了赵长彤赚很多钱 我们Binance老师虽然赚比较少 但是依靠交易最近也赚了很多 分享一下 现在单已经是到了 赚到了多少percent 上个周我们是70% 80% 我记不太清楚了 70% 这个周是150% 就是可能比较快赚的 我去开个会两天 你还就默默自己赚钱 因为有一张单就赚了50% 因为两张单 一张50% 一张30% 这是你都没告诉我们那张单 是 但是会员朋友跟到了 是 当然一定要的 我们每次会员朋友都要 一定要跟着赚到钱的 对 那所以150 怎么说呢 其实大部分的会员是跟到了 其中有一两个会员 因为自己的操作问题 因为自己的就是信心不足 还是中间被落下队伍了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的时候我们单子喊出来了 但是大家会被市场的情绪所左右 那比如说今天大家看到的股市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个情况 不要会被短期的这个东西所影响 那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 那你为什么会跟不住 为什么会有这种 老师明明下单还没有走掉 但是你自己却提前跑掉的情况 所以我给出的答案呢 就是 知识量还不够 经验还不够 还没有对这个市场形成一个完整的认识 所以其实Bron老师 他这个整个大策略大方向 他真的 我觉得Bron老师真的太厉害 就是找币 你真的是 不行 我没有这次老师厉害 这次老师是找骨 你是找币 你们现在战场已经不同了 对 那你找币呢 Bron老师总是能挖掘一些 会帮助我们大家可以赚到钱 接下来会涨的币 那所以有时候 对Bron老师也要有信心 不要看他年轻 赵重棚现在都已经身价不可同日而已 我们Bron老师马上 他就要去带我们去迪拜了 是 那我们期待那一天 那我们怎么样可以跟Bron老师一起赚大钱 所以对 就是我们看到了很多投资人身上有这样的缺点 所以呢 我们就设计了一个比特币交易学院 在这个学院课程当中呢 现在全球还没有一家 像我们这样大的权威的机构 在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去教育大家 教学大家 很完整的教育 不是影片看看而已 很多人 比如说我昨天做电台 有人直接打电话进来 我到底该怎么买比特币啊 那我跟他说了一踏针之后 他根本都听不懂的 因为非常复杂 这个会就是因为币的世界是完全一个新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三级课程 一二三级 第一级课程呢 就教给大家 到底什么是比特币 到底是什么区块链 那你该如何买比特币 你的钱包啊 地址啊 转存啊等等的 怎么转钱买账 这个是我们会教给大家的 那第二级呢 就是山寨币 就是我现在在做的来回的短线交易 然后什么是黑马币 怎么去抓这种黑马币 那第三级呢 就是ICO 就是我们Presnel 是400%的收益率 是如何做出来的 所以那一二三级 我们给呈现呈现给大家 就是要告诉大家 你有任何 如果不了解不懂的东西 在我们这三级课程当中呢 都会全方面的去让大家了解 所以呢 我们第一期课程是线上线下一起 地点定在纽约 是 6月的6月10号 是 虽然地点在纽约 但是我们一样 洛杉矶的朋友 或是旧金山的朋友 一样可以在线上来参加 那所以呢 到时候 6月1号 6月8 6月9号开始开课 是6月的第二个星期 是第二周的周末 我们这个比特币线上的 交易学院课程 马上开课 有兴趣的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这星期的 比特币千万富翁 我们期待 下星期 Bron老师收益再创新高 广告回来 继续是CIX 每周华人街 非常精彩 不要走开 ChineseFN.com 中文投资网 一个赚钱的网站 大家可以看到 那我们中文投资网的 媒体团队呢 现在人在洛杉矶 在我们走遍全世界之后 回到了中文投资网的 总部洛杉矶 今天在洛杉矶呢 有一场非常盛大的 比特币区块链的峰会 就叫做 Cribital Invest Summit 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中文投资网的CEO Waren Wang 他也接受了现场的 比特币区块链的 相关媒体的现场采访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温温老师精彩的采访画面 好的 这一周非常的兴奋期待 跟Waren老师一起结束了 我们在LA举行的 这个Crypto Invest Summit 之后回来 那这次在我们 CIX每周华尔街的节目上 每股高峰会的单元 Waren老师一样 要亲自来分享一下 这次Waren老师第一手 在我们现场 有老板带队 带了我们一行人 其实我们公司去了 大概七个人 其实是免费受邀来参加 并观摩采访 这场就是非常盛大的一个会议 那温温老师 有一些一手的观察 同时还有接下来 我们在这个区块链上的 一个新的布局计划 也要跟所有的投资朋友分享 对 昨天我去了那个Money TV 做了一个节目 然后呢 这个主持人就觉得说 他说Waren 你就是我想要的那种CEO 你感到非常兴奋 刚才可能Brain也讲到 在这个比特币行业当中 并不是每一个都是虚拟的东西 都是每一个都是烧钱的项目 因为我看到大家现在玩虚拟货币 就想到了我以前玩.com的时候 大家兴奋的样子 那我觉得其实坦白的讲 我们在那个高峰会当中的很多boost 或者很多pitch的话 我们都发现其实95%的公司 就可能在五年到十年就不会存在 这是比较现实的一个东西 因为我们更多的就是要关注 什么东西可以sustainable 那我觉得让我非常兴奋的 其实5月7号 我们这个Vice President 就要在纽约上任 就是我们是想推出我们自己的 一连串的一些金融服务 从投资者教育 投资者平台 投资者的工具的这三块 那么5月7号这个Donald 将会上任 也是让我非常兴奋 这位Donald先生 对 他有非常丰富的 这个华尔街的交易经验 那么这次工夫峰会最大给我的感受 就是有一位客户 有一位演讲人 讲到未来将是一个security token的世界 虽然政监会不断的监管这个ICO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但是很多的公司 将会通过token的方式 来实行自己的出目 所以这个Vice的世界已经 就是先期IPO前的投资 已经从一些高端投资人 或者说Vice 变成大老百姓 都能够参与的一个项目 所以未来的 就像我们的报纸 已经在逐渐消失之一样的 我们的紫币 今天我还在Bank America存钱 结果有一张钱 是这个 就是缺了一个脚 结果我想这个 可能未来就真的是很麻烦 就是感觉这个每天印这个紫钞 所以我相信金融这个东西 好像还是落后于其他的领域 是 比较传统一点 对 大家还是 但是我还是想当 等一些像我这种老人 过世以后世界就要变了 就是 那你还在的时候 你就看到世界在改变 对 我觉得就是更多的大家是token来 那么像股票我们平常存的话是通过 transfer agent 一张支票股票纸 然后呢 现在变成digital 但是我觉得像股票的话 它也会变成token来 就是一个token 所以 我觉得这个行情才刚刚开始 那么我呢 将会从今天晚上在 洛杉矶就开始录演 但是这次我们的录演并不是 像以前那种号召所有投资朋友 对对对参加我们的讲座 而是更多的是一些私下的会面 因为我们中文投资网会有一些 大的一些动作 包括我们的交易平台 我们的投资人教育服务 包括我们的投资者工具 这些东西 以及我们还没有不方便透露的 我觉得 为什么让我兴奋 我觉得这就是人生的 一个充斥的机会 因为我们要抓住这个 世界正在变化的一个工具 就像投资人讲的说 这个以后呢 我们将会是 一半是股票 除非是你很大的公司 那么传统的投资人 比如说institution 机构基金 这些人会扔够你的股票 那么很多初创企业呢 比如说我昨天在看 我只看到一对男女在讲 我不知道我没细听 就是好像是 他们有一些idea 他们要发ICO 好像是在昨天一期的 比特币千万富豪里面 我不知道在哪里放的 反正就是他们有什么idea 他们想告诉投资人 然后投资人就捐款给他们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未来 其实没有一个政府可以阻挡的 当然除了中国政府 是不能私下里集资的 那么如果你集资的话 将会触犯这个证券法 但是其他国家呢 都比较鼓励大家进行集资 只要你有一些招募书啊 像美国的话 现在还逐渐趋向于这个 颈限于可能是高端投资人 然后以后呢 可能会逐渐逐渐的开放 那么我相信这个机会呢 一定是在 所以对于中文投资网 这是一个历史的机会 因为我相信 就是以前也有过很多的机会 但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 就是miss掉了 但是我相信这次机会呢 我希望和同事们一起来创造 我们的员工也从这个一开始的 几个人到现在已经有七八十个人 我们的团队也非常deviceify 对也非常deviceify 所以我希望这次录演将从洛杉矶开始 然后到纽约 下周我会在纽约 再下周我可能还会回到洛杉矶 我们会去San Francisco San Jose 然后去东西岸两边 对 然后可能会去Toronto 但是我们的录演的话 基本上就是一次晚宴的形式 由我来跟大家讲我们的机会 我介绍我们的President 他是来干什么的 我们的未来的平台 会是想做什么 就是想改变我们这个交易世界里面的 一些什么东西 包括我们想提供投资者服务 投资者教育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投资者服务 投资者教育是非常好 但是它并不是一个中文投资网 回报股东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东西 因为我们更多的人 希望我们能够提供一个 让他赚钱的一个 一个平台 对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是 所以刚刚王老师提到了 接下来我们会有王老师 会有一连串 跟我们在这个平台上的 President的Donald先生呢 一起跟我们高端的投资人 来面对面 所有兴趣的投资朋友呢 再次是我们用电话 跟微信王老师的一个形式 一样 欢迎大家私下跟王老师联络 王老师微信就在这边 王老师很喜欢跟大家互动聊天 有任何关于我们接下来 王老师一系列的这个 高端投资路演的讯息呢 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互动 或来询问 然后接下来一连串的这个布局 我们抓住了这个比特币 区块链的这个机会 这个行业持续的在爆发 在改变世界当中 希望您也不会错过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王老师 难得跟我们对谈的 美股高峰会 待会呢 还有王老师在Nibao 带领我们团队 一系列发掘的一些 潜力公司的一些短介绍 ChineseFN.com 中文投资网 一个赚钱的网站 我们未来的规划就是我们现在目前 跟很多源头的农场 这些农场包括也有我个人有参与投资的 那比如说有龙虾场 有养虾场 有种蔬菜 种水果的这些农场 我们建立了一些独家代理的关系 有一些产品 有一些品牌的产品 比如说像有机的 Organi的这个DragonFu 我们今年五月份就会推出来 那你只能在爱新鲜才能买到 你在其他超市买的都不是Organi的 都是用化肥啊 用过农药的 那只有我们的这个DragonFu 那是是Organi的 那像类似这样的产品呢 我们将来会越来越多 然后我们我们是就是全球唯一一家 可以追溯到源头的企业 所以我们未来呢会想让我们的消费者 就是吃到我们自己种的菜 自己养的鱼 自己抓的有水虾 自己抓的龙虾 那整个并且会把这些整个 经过源头捕捞和这个运输 包括温度 包括怎么管理会形成一个二维码 然后呢你们将来可能在餐厅啊 在我们超市买的时候 你就能看到这些 这些这些源头是怎么来的 那就让大家参与 一起去监督这个品质管理 那这样是让消费者会更加唤心 然后变成我们的一个品牌产品 这是我们的一个 一直在做的这种全链的一个监督 全链监控的一个一个食品 Yeah, so Harbor City solved the number one challenge businesses face today which is how to get new customers and we did that in a really special way by delivering on a performance basis new leads for new customers and we do it in a really creative way we built a platform that combines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machine learning to engineer audiences that deliver the right message at the right time to the right person and it's allowed us to create a higher quality lead product at a lower cost or a higher ROI which has made us very competitive in the marketplace so much so that we started January 1, 2018 with $184 million worth of leads on order in a demand pin-up demand pipeline so now we're raising another round of capital to basically buy raw materials which for us is advertising on the internet and big data data product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